老和尚的身教 三十七 康国泰居士讲述 一 一九八五年 因为我个人的公司经营不善 而滞留在美国 刚到美国 英文也不畅通 只能在中国人开设的小工厂上班 领得美国最基本的工资 师父知道我的窘迫 时常鼓励我 好好修行 以前的一切全部放下 每每佛堂谈到必须要布施 我常常会说 如果台湾的工厂还在的话 我有钱可以来做这个好事 有一天 师父突然问我 国泰 你在台湾到底倒闭过几次 报告师父 一次就已经很严重了 还能够有几次呢 但师父说 应该有两三次吧 因为 这样的字眼 我听了好几次啊 最后 接着说 你没讲一次 你的阿赖耶石 就进取一次的印象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 不要老是提他 要往前看 把红法力生的工作 担任起来 有一天 师父让我陪他 去杂货店 买一些日常用品 我记得 一共是27块4美金 我随即拿起提加 准备拿信用卡付款 师父告诉我 伯太 我这里有好几张新的 一百块钱的美金 是他们供养我的钱 我从来没有用过美金 不知道这些钱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帮我拿去结账 确定一下 是否可以用 我说 当然可以用 但还是拿起 其中的一张一百块 给了结账员 找回了七十二块六毛钱 我说 师父 是真的 他找钱了 师父 接过 找灵的钱 放在口袋里 真的就好 真的就好 经过了两年 我才体悟师父的教导 他知道 我穷困 一定要帮我 保持住 我的脸面 如果师父 当时说 国泰 你没钱 我自己出钱吧 我就是饿死 我也必须 用刷信用卡 借钱 来付这笔费用 而且 会觉得很难过 连这一点点钱 都无法供养师父 所以 师父 对事情的处理 非常细腻 随时随地 会让周遭的人 生欢喜心 待人处世 言语的修养 我们 是必须 要好好学习的 二 1985年7月 师父 答应 作为达拉斯 学佛社的导师 也正式 向州政府 申请达拉斯 佛教会 隔天 星期一 前往 申办美国 绿卡 神奇的师父 就在当天 拿到了美国的 居留 许可 绿卡 在美国 红法 六个月后 回台湾 1986年 春末 师父 又回到 达拉斯 红法 但这次 不像以往 有馆长的 陪同 只有师父 只有师父 一个人 来到达拉斯 而馆长 直接到 凤凰城 找他的儿子 看孙子 师父 吴下 吃饭 一切 一切 如常 午饭后 全体 到屋外 散步 我走在比较后面 有位同学从后面赶上来 往前看了一下 没有看到馆长 问道 怎么没有看到馆长 我随即回答 馆长这次没来 只有师傅来 馆长来干什么 他来了就会指挥东指挥西 这个不好 那个不对 还要陪他去逛街喝咖啡 啰嗦麻烦一堆 我们只要师傅来讲经 馆长不来最好了 因为我讲话很大声 所有的人都听得到 这个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师傅 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看着我 师傅说 馆长不来 我就不能来了 难道你们要把我变成忘恩负义的人吗 你们对待馆长 要比对待我还要好 因为我有今天的成就 是因为馆长护持我18年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馆长当初的付出 我就流落街头 还俗了 就没有办法 有这样 讲经的能力了 是馆长的付出 使我这棵小幼苗 成树 四十岁 离开李老师 到台北 开始讲课 馆长家 住木山 必须在台大 罗斯福路 附近 转公车 他看见我 这个年轻人 在屋子里面讲经 也听见了 我的最后一句话 请各位同学 明天一定要来 听最后一堂课 因为我的房租 付到明天 也只剩下 明天中午的 一个馒头的钱 后天 要在哪里生活 要在哪里过日子 我也不知道 他因此 邀请我 住在他家 帮我安排 每天晚上 到他的朋友 办公室里面 去讲经 于是我回台中 请示李老师 说这样的情况 可以吗 李老师说 这是如理如法 有红法 有护法 他支持我 讲经说法 不中断 十八年 你们一定要 感恩馆长 对我的护持 一定要 更尊重他 才是好弟子 才不会 把我 变成一个 忘恩 负义的人 三 有一年 将近年关的时候 我们当时 住达拉斯的师兄弟 犯了一些错误 馆长很生气 下达拉斯的师兄弟们 所犯的这个错误 是无心的过失 是中间 有人将消息 传递 传递错误 因此 馆长就误判了 该怎么处理 这一种场面 我们私底下打电话 请示师父 如何处理 师父告诉我 下个礼拜 不就是过年 除夕夜了吗 你就安排机票 这些师兄弟们 回到台湾的时候 刚好是除夕的下午 如此一来 当他们回到 景美图书馆的时候 正好是大家 开始要吃年夜饭 还原的时候 他们这个时候 回到了景美图书馆 他们只要跟馆长认错 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 馆长的生气 也就不会那么大 过年过节 总不能骂小孩 如此一来 馆长就让他们 坐下来吃团圆饭 不愉快的事情 就随旧旧年 让它过去 新的一年 重新开始 师父出的这个方法 太高明了 一切的情况 就如师父所说的一样 又如在演电影当中的剧本 每一个过程 跟细节 都被师父料中 师兄弟们 师兄弟们和馆长的一场 一场误会 就此烟消云散 恢复正常的作业 过年过节 真是一个化解 不愉快的机会 师父教我们 食食物者为俊杰 食食物就是要把握机会 会把握机会的人 会把握机会的人 办事就会成功 所以称之为俊杰 利用过年过节 化解不愉快的事情 经过这次的教会 及成功的经验 我也常常将这个方法 跟故事 分享给有必要化解冲突 化解误会的人 效果真的很好 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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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感冒,咳嗽得很严重, 几乎没讲两句话, 就必须喝一口水来压制咳嗽。 下课后,我求师父, 师父,您感冒咳嗽得那么严重, 能不能明天停止讲经,休息一天? 师父说,不可以休息, 有同学来听课, 我们就必须要讲经, 不能耽误同学听课的机会。 有几次,因为同学来听课的人数 少到剩下两三位。 我向师父请示, 能否把讲课的时间 删除周二周四或周一周三周五, 让听经的人数可以比较满堂一点。 师父说, 讲经不能停, 哪怕剩下一个人来, 他也要继续讲。 我接着又问, 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明天少到了都没人来听经的话, 也要继续讲吗? 师父问我, 你会不会来录音录影? 我回答, 我当然会来录音录音。 师父说, 那你不是人吗? 我不是讲过, 哪怕只有一人来, 我都讲经吗? 师父接着说, 讲经就像一个歌唱者, 歌唱者要天天拉嗓子, 不管有没有上台表演, 否则就会倒嗓子。 讲经法师也是一样, 也必须天天上台讲经, 不间断, 才能练出一身好功夫。 而事实上, 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 讲经是让自己每天面对圣贤, 面对经典, 来回顾自己的错误的地方, 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向圣贤人学习。 所以, 天天讲经不能中断, 中断了, 就不能觉察自己的错误, 就断了改正错误的机会, 背离了圣贤教育, 所思所欲, 无非是罪, 无非是过, 通通往地狱跑啊。 所以, 讲经是讲给自己听的, 念经也是念给自己。 在待人处世上面, 知道圣贤的标准, 觉察自己跟圣贤标准的差距, 而不是佛菩萨需要我们念经给他听。 一切的修学都是为了自己转迷成物。 今天能有那么多的护法、 都学来监督我们用功, 怎么不感恩戴德呢? 师父又跟我说, 对那些刚刚练习讲经的新讲师, 我们要常常去做影响重。 听他讲课充当人数。 如果新的讲师没有人来听他讲课, 他将会失去信心, 而没有办法持续地练讲。 那这个新讲师就没有办法训练出来。 就如同现在我在主持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 一开始, 一开始师父就给我打了一记强心针, 告诉我, 不管将来人数少到什么情况, 时间一到, 你就上台, 开始上课。 播放DVD影片的同学继续陪你播放影片, 持续不间断, 三年以后, 你们两个都将会有成就。 师父话无虚言, 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讲堂, 虽然没有像师父讲的, 少到没有人来听课。 我俩真的持续到了将近第三年的时候, 国泰真的体悟很深,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所有的课堂都是为自己讲课, 真正体验出来, 师父讲的那一句话, 站在台上, 讲课的是学生, 而坐在椅子上的, 才是真正的都学。 让国泰体会到, 每一堂课, 都是我的博士班论文的 截便口试。 堂堂课, 都必须要全力以赴。 表面上看起来, 是台下的学生受益, 而真正最大的受益者, 是在台上讲给自己听的主讲者。 一再地复习, 才能真正了解经典的真实含义。 上台练讲, 上台练讲真的是太重要了, 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感激师父的言教与身教。 师父让众生生欢喜心地忍让功夫, 真是太巧妙了。 有一回, 我在香港的时候, 在饭桌上, 用过药石后, 试者拿了几种药品, 请师父服用。 这些药品, 跟昨天, 前天, 我看到的药品, 是一样的类型, 及数量。 我看到师父左右看了一看, 笑眯眯地对着试者说, 把这些药收起来, 就告诉他, 我已经用药, 就好了。 接着, 看着我, 也笑眯眯地说, 我又没病, 吃药是让他高兴的。 画地, 师父更是笑得很灿烂。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我又没病, 吃药是让他高兴的。 表现出来, 师父为了照顾众生, 不让众生生烦恼, 连药都可以随便吃, 而且还高高兴兴地, 就在你面前, 吃给你看。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师父是不需要这些药物的。 师父在教育我们, 要让我们周遭环境的, 人, 事, 物, 都高兴。 只要能让众生高兴, 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六, 八月天的香港天气, 众所周知, 是酷热无比。 师父睡过午觉以后, 看看外面天气很好, 对我说, 我们出去外面走走。 我就起身, 跟着师父旁边, 准备出门走走, 去晒太阳。 这时, 我们的大护法告诉我, 你没看到外面的树叶在动吗? 外面起风了, 你怎么可以不帮师父加外套, 就把师父带到外面去呢? 我当时吓了一跳, 师父已经穿了卫生衣, 腰上还绑着加热的水袋。 我就是穿一条汉衫都带流汗。 师父已经穿那么多了, 还要再加外套啊。 因此, 我就到衣架上, 拿了一件薄的夹克过来。 在走过来的当中, 大护法说, 拿厚的。 我很无奈, 准备掉头回去换厚的时候, 师父帮我请求道, 国泰都已经拿过来了, 就不用让他再多跑一趟了吧。 然后, 大护法说, 好吧, 好吧, 就穿薄的吧。 感谢师父帮我求情。 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师父 没有顺从旁边人的意思。 是因为 不让我多跑一趟, 要帮我求情。 而事实上, 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不用加任何外套、 夹克, 都足够让师父汗流浃背了。 师父为我表现出来 忍让的功夫, 让我们了解 忍让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师父的身教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必须要看得懂, 要会学习。 七, 第一年 刚到佛堂, 大众让我当学佛社的社长。 师父也是第一年 担当达拉斯佛教会的住持, 也住了下来。 每年七、八月的时候, 都必须寄出会员联络资料卡更新。 师父从房间出来, 看我在忙什么东西。 师父说, 今天在忙什么啊? 回答, 会员联络资料卡更新。 修改以后, 准备寄出去给同学, 让他们寄回来, 以方便今年度寄送书本的位置正确, 防止位置错误, 再退回来。 师父看到表格, 指最下面说, 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 请同学在寄回这一张资料卡的同时, 将今年的会费二十元同时寄回来。 师问, 一定要收二十块会费吗? 回答, 师父, 这不是我规定的, 这是以前他们规定的, 我只是把旧表拿出来, 把抬头八三年, 改八四年, 其他我都没有动。 师又问, 师又问, 一定要收二十块会费吗? 回答, 师父, 这不是我规定的。 师又问, 一定要收二十块会费吗? 如果人家没有二十块钱, 怎么办? 回答, 哦, 师父, 这个地方我们有在下面这一行字写道, 如果是学生会员的话, 可以减半处理, 十块钱一年。 师又问, 如果人家连十块钱也没有, 怎么办? 回答, 师父, 不会吧? 麦当劳打工, 一个小时八块半, 一年收十块钱会费, 应该他们付得出来吧。 师又问, 一定要收吗? 回答, 不是我规定的啊, 以前一直这样, 而且不是我私人拿走, 请他们开给达拉斯佛教会, DBA的抬头。 师再问, 一定要收吗? 回答, 不是我规定的。 十三问, 一定要收吗? 回答, 不是我规定的。 那一年, 我很高兴, 收了三千多块会费, 这三千多块, 一般来讲, 就够我们佛教会一年的水电瓦斯的费用。 经过了一年, 一样的场景, 我又拿着旧的会员资料卡, 修正新的年度, 师傅。 师傅还是从他的房间走出来, 问道, 在忙什么? 回答, 将寄出会员资料。 师傅看到表格, 又指最下面说, 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 请同学在寄回这一张资料卡的同时, 将今年的会费二十元也同时寄回来。 师傅, 你去年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呀。 师问, 一定要收二十块会费吗? 回答, 师傅, 这不是我规定的。 师傅说, 收会费, 你就下阿鼻地狱吧。 我惊恐地问, 为什么我要下阿鼻地狱? 师问, 如果你没有二十块钱, 或者, 甚至没有十块来缴交会费, 你会好意思, 进来这个道场吗? 回答, 不好意思, 不会来。 师傅说, 就是如此, 你才要下阿鼻地狱。 因为有人, 因为有人缴交不出会费, 而不好意思, 没有来道场, 听经文法。 没有来道场, 听经文法, 就不能开悟。 不能开悟, 他们就要下地狱。 当他们下地狱的时候, 阎罗王会问, 他们为何下地狱。 他们会说, 因为缴交不出会费, 也就不好意思, 也就不好意思去道场, 听经文法之故。 都是康国泰, 害我们的, 我们请求阎罗王把他拉下来。 而且, 这个人得度以后, 他还要度更多更多的人。 你让一人无法得度。 很多很多人也跟着无法得度。 他们都要求阎罗王把你拉到地狱去。 你不去阿鼻地狱, 谁去阿鼻地狱? 吓死我了。 拿起笔来, 赶快把下面那一段会费全部擦掉, 不用寄钱过来。 师父看完我的动作, 笑笑又回到他的房间。 为什么去年时候, 师父没有说我会下阿鼻地狱, 而今年, 披头就说我会下阿鼻地狱。 如果去年, 师父就说我会下阿鼻地狱, 你们知道我将会如何回答师父吗? 我会非常不高兴地狱, 我会非常不高兴地狱。 嚷雨出来, 我回家去睡大头觉, 到佛堂帮忙做事, 还要下阿鼻地狱, 何苦来哉? 因为刚刚才进佛门, 学佛会足一个月。 我不认识师父, 师父也不认识我。 师父如果讲真话, 讲重话, 阿鼻地狱, 我就跑掉了。 阿鼻地狱, 当我说。